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二月十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恒大有关的消息 根据提交港交所的披露文件 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所持有的二点七七八亿股 公司股份在抢制行动中已被卖出 许家印的持股比例从百分之六十一点八八降至百分之五十九点七八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和尼加拉瓜复交的有关消息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在尼加拉瓜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后 中国在周五和尼加拉瓜恢复了外交关系 而王毅表示与中国建立发展正常关系是时代大事不可阻挡 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刊登了王毅在同尼加拉瓜外长视频会晤后的媒体采访 并表示现在还有几个国家仍然和台湾保持着所谓邦交关系 这是因为台湾大搞撒钱外交 也是由于美国不断向这些国家施加压力 王毅声称与中国建立或恢复正常外交关系 只是时间问题更是时代大事不可阻挡 两国周五在天津签署了联合公报 决定从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恢复大事及外交关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高度赞赏尼加拉瓜顺应大事 合乎民心的正确选择 尼加拉瓜也成为了第一百八十一个与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 在刚刚过去的昨天尼加拉瓜宣布与台湾断交 而美国国务院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决定并未反映尼加拉瓜人民的意愿 尼加拉瓜政府也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的 台湾外交部周五回应感到痛心和遗憾 并全面停止双边合作和援助计划 蔡英文表示台湾民主越成功来自威权阵营的压力就越大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 同样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消息人士表示商汤科技在周五正在与香港交易所 讨论其七点六七亿美元首次公开发行IPO未来到底怎么办 此前华尔街网报向您介绍 美国把商汤科技将列入投资黑名单 美国投资者将无法购买公司股票 消息人士拒绝透露姓名 但是告诉路透社商汤科技此前并不知道 美国在考虑将其列入黑名单 商汤科技原本的计划是通过IPO发售十五亿股股票 根据公司文件将在周五决定最终价格并向机构投资者配售 而今天晚些时候 商汤科技正式宣布已经取消了有关计划 黑名单消息公布时IPO的计划已进入了最后阶段 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投资者在建党过程中已投标认购股票 但是有消息来源表示商汤科技造美国黑名单的消息一出 投资者就已经撤回了购股的投标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交易规模的一半以上也就是四点五亿美元 已经在预计周一交易前启动出售给基石投资者 文件显示商汤科技将在十二月十七日开始交易 此外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美国官员们计划在本月讨论国防部所提出的一项提议 旨在赌注允许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公司 购买美国关键技术的监管漏洞 中芯已经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 但是中芯国际还是可以继续购买美国工具来制造芯片 美国官员紧盯商汤科技和中芯国际秩序表明 在国会两党的共同呼吁下 美国政府收紧对于中国科技公司限制的势头 似乎日渐强硬 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 这是一场全球主导地位竞赛的一部分 同时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表示 美国官员还在考虑未来几个月内 把更多的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 和财政部禁止美资投资名单 商务部领导人仍然对其中的部分计划持反对意见 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些计划将损害美国公司的利益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联想有关的消息 联想在今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 表示二零零九年的股权转让严格按照国有资产产权交易要求 进行审计资产评估和备案 声明表示股权转让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例子中央巡视和国家审计署审计均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 很明显这是回应司马南有关于联想是否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 联想在声明中说 经专业机构认定联想控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账面值是七十七点二亿元 评估值是九十二点六亿元 本次交易联想控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溢价至九十五亿元 对应百分之二十九的股权交易价格是二十七点五五亿元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分析报道 文章的题目是面对习近平下一届任期 投资者需要新的投资组合 文章认为在中国当局对于互联网巨头 房企和教培行业的打击之下 现在MSCI民生中国指数在二零二一年已经下降百分之二十 全球股市则上涨百分之十五 曾经受到追捧的中国高收益债权市场现在崩跌 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市场已经超跌 但由于习近平几乎肯定明年将获得前所未有的第三个任期 政策也在不断变化 投资者表示未即将到来的新时期布局是更加复杂精妙的工程 并不是寻找便宜货那么简单 文章引述投资者表示 今天和未来买进标的将迥异于去年五年前或十年前买的 习近平政府领导下的新体制将会是更重监管更受规范的 他表示企业的运营模式将不得不改变 中国政府想要发展什么将是决定你投资组合的关键 文章引述分析师建议避开煤炭和钢铁等西洋产业要专注于高科技制造业或减排项目等优先事项 根据高盛编制的五十只股票组成的共同富裕组合 其中包括可再生能源的个股 面向消费者的个股 以及专注于搞研究的科技和国际企业等 摩根大通则主要强调比亚迪等电动车领域的新英雄 还有先进制造业的潜力 并表示房地产将会逐渐淡出 瑞士信贷关注明年企业获利的提升前景 认为在二十大前可能会看到一些支持性的财政政策 和适度或略微放松的货币政策 摩根斯坦利预计随着政策放松 二零二二年中国经济要增长百分之五点五超过普遍预期 法国新业银行则表示 中国明年在亚洲中仍具有最高的上升潜力 投资组合超配日常消费品板块 五G还有高端制造商 新业人行用为中国以蓝筹股为主的沪深三百指数 更加贴近政策的优先事项 而MSI指数中有一些不受青睐的互联网公司权重过高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推特上面表示 正在考虑辞职要成为一个也就是网红 他说我正在考虑辞职各项工作成为一名全职的网红 你们觉得怎么样 目前还没有详细说明 马斯克是火箭公司SpaceX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 领导着脑芯片创业公司 还有一家基础设施公司 在今年一月份与投资者的电话会议上 他曾经表示预计还将担任特斯拉CEO好几年 他当时说相对于每周七天从起床到睡觉 日夜不停的工作 手上要是多一点空闲时间就好了 他说上个月在推特上面问到粉丝 说是否应该出售在特斯拉百分之十的股票 大多数人都同意了 而从那以后他已经出售了价值将近一百二十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维基创始人阿桑奇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法新社的报道 英国法官批准了美国引渡阿桑奇的请求 这是对这一位维基解密创始人的重大法律打击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的情况 根据来自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中共中央在十二月八日至十日举行了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其中特别强调房住不炒的原则仍然适用 又强调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包括需求萎缩供应冲击以及预期减弱等 财政政策将更加有效 在二零二二年更具针对性 并进行适度的基础设施投资 而在市场方面会议强调明年要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市场 把经济保持在合理区间 又强调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变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